当当当大家看我到哪了 我现在在硅谷 一个朋友杰夫大哥开的网红店 575米线 他是第一个我们云南人 把我们云南的米线 自创品牌推广到美国来的 大哥的这家店选址 就在我们AMC电影院的旁边 选址是非常好 怪不得在这个地方 一天能做到8500块的营业额 我一会儿得问问杰夫大哥的儿子 好好富二代步当名校毕业以后 在这儿当厨师卖米线 是个什么鬼 平常来这儿都得排队一两个小时 咱们今天这个时间段 是刚好吃了过了中午 所以呢不需要排队 我们进去看一下 到处在招员工 还说找不到工作呢 你赶紧联系我大哥 一进门就是一张巨大的这种红木餐桌 太有感觉了 非常有云南的味道 墙上挂的都是云南的这些少数民族的老照片 感觉太棒了 这个是招牌关度小锅米线吗 这个是各旧的肥肠米线吗 这个是红烧米线 味道怎么样 很好 很地道 你的这碗味道怎么样 感觉到 在美国吃到最好吃的米线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在云南叫栓椰菜 是大理锅的国菜 我跟你说 云南很有名的道菜 叫栓椰菜炒肉 大理锅国菜 你这大理锅国菜 我感觉 真的是大理锅国菜 真的 要么哪天做一个 给我们尝一尝 可以的 小老板 你们这招人多少钱个小时 这招 full time 是part time 怎么收费 怎么那个付费 怎么pay 你为啥想起来开一个云南米线 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美国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带到美国来 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它带到全世界 因为现在这个米线这个单词 这就是我们首创的一个 然后现在已经有其他店在 就是copy我们这个 但这个版权就是我们 我们组的一个英文单词就叫missian 就本来呢 他们就是叫rice noodle 但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们起源 因为我们云南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明了这个单词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说 要把这个概念 就是 就像rame 还有fuh一样 就站出来 就是做一个新的品类 就是以后所有人想到missian 就想到我们575 那为什么会选湾区这个地方 作为第一家店的开始 因为其实这个是还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爸前些年就是想当于我去哪里 他就背识到哪里 然后后来我本来是想去学cooking 做一个chef 就是比较想做米其林的chef 在San Helena那边有一家那个厨师学校 叫做t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ns 然后我本来想去那里上 相当于在那直接上大学 但后来因为我学习成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很好 后来我说还是先上一个大学 然后之后再去在那去深造 后来我就去了ucla 我学的是人类学 我学的是人类学 人类学是学啥呀 这个科普有点冷门呢 就是比较冷 就跟其实跟哲学差不多 大概就这样 那后来有继续深造吗 没有啊 现在就相当于刚好这个店开嘛 然后我先来把它就管理起来 然后比较运行之后呢 之后我再去 再去学这个我的喜欢的这个cooking 你说你们的购物是要把这个 五七五米线开到全世界的话 你们是需要加盟 还是说你们要直营呢 我们目前就是打算做直营 做直营 哦 我还说我们上洛杉矶加盟一家得了 对我们洛杉矶现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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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 对我们现在是在想在那个 beverly hills做一家我们的旗舰店 嗯 对但那个就是可能品类就完全跟我们这里 不一样是吗 会有一些差别 就是会做的可能更 偏向老美的口味 就更高端一些 就是用的食材这些 更高端 这个已经很高端了 就是我们都是 哎我听说了这个菜都是你爹去找了什么 organic的什么 对对对 这我们都是选了很多种以后 最后决定了哪一种口感来说 还有新鲜程度 然后我们 相当于在过小米线里的食蔬都是当季最新鲜的 我觉得你们价格不高哎 这一碗米线才16块钱 而且用的食材都那么好 在湾区这个地方的消费我觉得你们的定价不贵哎 因为我们其实从18年开始开店就是别人可能123块钱一碗米线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定价那到今天我们再开业我们其实是没有涨过价这就是这些实在成本上涨这么多我们还是维持原价哎我听说你们现在一天营业额能达到8500块美金 你这一天16块钱一碗得卖500多碗呢 其实我们的拳头产品是我们的过桥米线 过桥米线 过桥米线的话 就是我们这有额牛和鸡肉 但鸡肉因为我们每天能做出来的量是比较限量的 所以一般来说在饭点周末像饭点之前很快就卖光了 我看你们开门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就开始卖早餐吗 对我们其实就是想要早早晚我在这边这么多年我早上想吃一碗就有中式一点的早餐或者因为我们昆明这边都是早上都是吃一碗米线一碗面对对对就找不到所以现在我就相当于把这个concept这个概念打开了客户就是每天的这么大的人流量主要来吃的还是我们华人比较多是吗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有老外过来吃的但是华人肯定还是华人最少占了我觉得百分之七十五 到现在都做过什么promotion啊怎么去向老外推广你们的米线文化呢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还完全没有做promotion 因为我觉得就是开店来说的话前面可能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用来纠错 就是说看看我们这里还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把它做到这个一个比较完善完美的状态之后呢再去考虑做promotion 你经常回云南吗 啊我怎么说呢疫情之后我其实就回去过一次 在那边相当于长大是12岁就小时候基本上在那边上了小学 你说一个好好的富二代不当在这当厨师是傻想的 没有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经历的一部分就是工作就是会让我就非常开心突然很累就相当于这三个月前三个月基本上我每天都是 平均都是13个小时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被逼近的就是你吃的苦和你想的苦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我觉得是相等你这个苦呢你就是看你是放在前面吃还是在后面吃如果你前面没有吃这个你没有去做足这些那你后面会吃很多但是你如果前面我觉得在我身强力壮的时候把这苦吃了那我以后的人生就是比较影响素一点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你结婚了吗 刚结婚刚结婚刚结婚你老婆是我们中国人吗嗯我就说你老婆你爱人是中国人吗我老婆就是哦好漂亮哦对她是上海人哦上海的哦对对对不错那你们厨师是从昆明来的还是没有没有我们厨师是就是他们是怎么说呢跟我们合作了很久的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外爱啊啊 这是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哦还是保温所以在在我们这这确实是换了那个高价钱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啊不是我们最经典的是这个勺子 它是一个不锈钢的哦哇哇那我得带一个肘了